大家好,我是章心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我在眷村吃过的小点心 但是长到这么大,现在很少在别的地方看过了 唯一有印象就是我回到河南老家的时候 我的姑姑还曾经做一次给我吃过 其他就没看过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小点心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回去试做一下 今天老婆这个是什么? 茄子 今天的主角就是茄子 我们今天要来做个清煎茄子 老婆,我想请问你 台湾茄子的产季是什么时候? 夏天吧 差不多 其实台湾一年四季都有茄子 5月到11月的时候吃的是马蜀茄子 台湾茄子都是长的,对不对? 其他时间吃的大概就是屏东长茄 或者是高雄二号 茄子其实传入中国已经很久了 大概5000年前 印度就有种植的记录 只是那个时候味道不好 它把它当作观赏用的植物 四五世纪的时候传入中国 在很多文献当中都有记载 所以它的名字很多 隋阳帝把它称之为昆仑子瓜 你看光听瓜这个名字 你就大概知道它应该是属于圆形的 英文叫什么名字啊老婆 Egg 老公你觉得有像Egg吗? 不像 所以早期的茄子都是圆的 根据记载是到元代之后才真正根据配种 或者是选育出来变成长形的茄子 后来长形的茄子吃起来比较软糯 在中国就整个流行开来 所以到了台湾之后 基本上只有长形的茄子 圆形的茄子和大茄子啊 或者是小茄子 圆茄子基本上是大茄子是出产出口到日本 而小茄子就是东南亚的一些那个料理 要做东南亚料理的时候 会拿这些小茄子来用 其他就很少用了 我们今天要用的就是这个长形的茄子 咱们现在来把它改刀一下 做今天的小典型清煎茄子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茄子切了就要立刻料理 咱们稍待一会儿 还有个小故事要讲 老婆你知不知道广东茄子叫什么名字 不晓得 叫矮瓜 苏州 老婆你在苏州待过一阵子 对不对 那时候做婚纱业 二十多年前快三十年前了吧 对 你知不知道苏州茄子叫什么名字 不晓得 非常文清风哦 他的名字叫洛苏 洛是掉落的洛苏 是苏联的苏 叫洛苏 为什么叫洛苏呢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他跟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五霸之一 吴王和驴 老婆你有没有听过和驴这个吴王 没有啊 那应该听过儿子叫夫差吧 就是被勾建给干掉的那一个 他的爸爸吴王和驴 那个时候吴国的根据地 就在江苏苏州一带 是和驴把他的都城 从吴席迁到现在的苏州 那为什么跟这有关呢 和驴有三个小孩 一个叫公子波 一个叫公子山 另外一个老二叫做夫差 也就是后来的吴王 不知道是公子波还是公子山 其中有一个人脚是瘸的 但是和驴非常疼爱他的儿子 就叫这个瘸了脚的儿子 不要出去玩 每天待在家里好好读书 将来怎么样才能够有一技之长嘛 可是小孩子总是爱玩的 有一天和驴他出去打电 结果他的小朋友或者他的同学 或者他的周围的属下就怂恿他 哎呀出去玩一次出去玩一次 没关系的啦 爸爸去打猎了晚上才会回来 嘿小孩子玩性大气 就骑着马跟着那些狐群狗长出去玩了 可是在出去玩的路途当中 就听到有人在叫卖 嘿卖茄子哦卖茄子啊 结果他心里听了就不舒服 因为他一只脚是瘸了的 他听怎么会有人在骂我是个瘸子呢 他就把马拉下来 停在路边看 你在说什么 结果我没说什么呀 我就是在卖茄子 结果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不对 可是脾气上来 有点不准给我卖茄子 不准讲这句话 结果那个人当然小贩 下到了一群人围着他就不讲了 就骑着马这群人又走了 可是他看这些人走远了 他又继续叫卖茄子哦卖茄子哦 结果这个瘸了腿的王子啊 就觉得心情很不爽 他也知道他自己不对 他也就没回过头再来骂他了 可是闷闷不乐 后来就没有出去玩 就回到关底了 晚上他爸爸打猎回来 爸爸就看他怎么整天闷闷不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就跟他爸爸说 我今天啊听到有人在卖茄子 我听了心情非常不乐也非常不愉快 他爸爸就跟他说 没事没事 他卖的是吃的那个茄子 哦那个时候茄子不长这样 那个时候茄子长圆圆的 卖茄子并不是骂你茄子 你不要放在心上 可是看着这个小儿子啊 还是心里闷闷不乐 吴王和驴他晚上就在想要怎么办呢 这事情要怎么解决呢 可是他就叫茄子啊不能怎么办 后来他晚上看到他的王妃 这个帽子上面不是有那个流苏落下来吗 然后上面有姐姐 他就想那茄子在野外生长的这样子 就很像这个落下来的流苏 好吧 那就给他个好听的名字 第二天他就下令吴国境内所有的茄子同楼改名 叫什么 洛苏 嘿 从那个时候 在江苏一带 所有的茄子就被改名了 叫做洛苏 嘿 这就是苏州叫洛苏的由来 后来吴王和驴的木啊 也被埋在了虎丘 我记得那个时候老朋友你们那时候 那个婚纱一条街 基本上就在苏州的虎丘一带 那你全部都是婚纱的 超多的 听说你那个时候到那边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他们觉得我讲话很轻声细语 他们觉得台湾人讲话怎么都这样子吗 可是不是说是无浓软语吗 他们讲话都比较大声 就要来切茄子 因为我们这是长茄子 所以我们斜切啦 看起来比较大片一点 对 好尽量让它均匀一点 厚度一样 但是我们煎起来啊 就会比较 一致 好 咱们切一会儿 不过这个刀不用太快 没有关系 慢慢切就好 因为我们待会要裹粉 所以它有没有变色也看不出来 好嘞 刚请我老婆都切好了 现在我们来调点底味 给它撒上一些盐吧 嗯 然后撒上一些白胡椒粉 就是它里面吃起来一个淡淡的咸味 有味道 对对对 这样应该感觉不错 不是为了让它出水哈 嗯 这个把它揉一下 这个我们做完 稍微等个两三分钟 我们就要赶快开始做了 嗯 不然它就出水了 腌料 我觉得它胡椒粉 香味好香 这个真的自己磨的很香 就白胡椒粒线磨的 感觉完全不一样 好香 外面其实很多那个 营业用的大盒的 他们很多都是调和的 胡椒粉 可能会加一些干燥剂 对 不一定 好 咱们等个两三分钟 就准备上锅 好 锅子热好了 咱们加一点油进来 先不要加太多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茄子 嗯 不能太久 你看出水了没有 嗯 很明显哈 对 好出水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沾面粉 家里有什么粉 就沾什么粉 因为刚好有水 所以特别容易沾上面粉 嗯 然后就把它放到蛋黄里面 好就这样下锅了 有没有 嗯 然后就赶快第二份来了 来来 沾一下 下锅咯 火不要大哈 非常简单 好我们煎了大概 好香喔 蛋的香味 蛋跟面粉的香味 就跑出来了 对对对 其实茄子很怪喔 嗯 茄子它的糖分含量啊 接近于零 蛤 真的 零喔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吃茄子还不错 你看 这样有没有很好看 嗯 有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小点心 我觉得很多已经上色了 而且香得很 对 不过这个小火慢慢煎 不能急 也不能大火 要把它煎透来 对 你看这个火 大概中小火 中小火 对 慢工出细活 不要急 翻过来就好了 漂亮漂亮 漂亮 漂亮快 哦 这感觉很像用炸的 对不对 对 哦 漂亮漂亮 漂亮 感觉动作要快一点 所以另外一面再给它煎一下 对 好 把它移一个位置 再给它煎一下 好 再煎一会 大概一共三到五分钟 一定成 OK 好漂亮吧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一块一块给它夹起来了 嗯 你看 翻面也很漂亮 所以现在还没熄火 不用熄 因为待会我们还有一盘要炸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先起一锅就好了 好 嘿 好嘞 闻起来好香哦 超香 闻到这个味道啊 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那个寒冷的夜里 你看 光看这个就觉得心情很好 对不对 咱们赶紧来试吃看看 有两种吃法啊 嗯 因为里面只有底味 对不对 对 一种我们都是加这个 辣椒粉 这个叫六婆的辣椒粉 它是调过的烧烤酱 很香 对 很香 就撒在这儿 这一块吃起来就有烧烤的感觉了 你看 还会脆啊 嗯 可是脆不久 因为茄子会慢慢出水啦 好吃 应该很嫩 好软 刚吃进去其实是蛋香跟面粉香哦 然后再咬一下就好像有馅料一样 中间那个绵绵软软的口感就跑出来了 嗯 我觉得这个茄子有一个肉味耶 嗯 有吃烤肉的感觉 你看 这样烧烤这样 这样划算 一条茄子才十块钱 对啊 十块 嗯 那我们这样应该才十块 差不多也是十块 好好吃 不含面粉 但是就是记住要小火 才能够把它的茄子中间煎透 外面不会焦混它 嗯 对 第二种吃法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就沾这个番茄酱 嗯 超好吃 突然就跑到西方去了 西式炸薯条的口感就跑出来 嗯 外面脆脆中间软软 比薯条还好吃多了 很满足哈 所以我一直说 简单的食材 一样能够做出好料理 平价的食材 一样能够做出美味的食品 就这么简单 切一切 果果粉 沾上蛋液 煎一下 十块钱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得很开心 这不就是我们眷村菜的精髓吗 好嘞 那我跟老婆继续享用 这一盘十块钱的清煎鞋子哦 张君漫谈 咱们下回见 拜拜